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ump 和金仔的马战 似乎在星期一和二都稍微停了 吵架也要休息 美金同时在星期一和星期二 似乎跌势稍微停了 回升了一点 难道两个肥子 在拔猫尾一起炒金 不奇怪 炒美金 现在世界什么都可以发生 不可以说是出奇 这几天 我由星期二、三、四都会说英国脱欧 说不完 因为英国脱欧 这几个月一直影响英镑 主要是英国经济数据 在近一两个星期 脱欧公投后到现在 才开始显现不好的地方 所以要密切留意 我亦有个感觉 沽榜应该是一个中长线非常好的主意 这两天我都在推卖欧罗沽榜 欧罗沽榜 欧罗沽榜现在来到0.90之上似乎是很高 有点害怕 但害怕也无谓 有时有很多事情 害怕就什么都不用做 开盘也是害怕 应该做就要做 摩根斯丹利 我差不多和那天 亦是看欧罗对英镑会升 还说升到一算 我说升到一算 只是指向那里 我都不太肯定 但其实 到一算仍有千点 也不是容易 尤其是欧罗对英镑的活动 通常是没有那么大 这个交叉盘 尽管看是怎样 但英镑对美金也好 又会怎样呢 若然回战节目不和无间道和应 那边说是欧 这边当然是英镑或欧罗 希望两个节目有陷阱 起码有陷阱 买欧罗对英镑 我这两天都给了图 结束性分析 我会一直跟着市场变化 一路跟着市场变化 今天 回来 看到美金 升了一两天 不如说英镑对美金 因为美金 在多方面 不利的消息 特朗普本身的消息 其他消息 美元不断下跌 英镑对美金根本 没可能升上1.3000 亦是英镑对美金1.3000 被逼上梁山 比美金弱势 比美金弱势 但美金比较弱 有时两个货币相比 一定有一对 哪一只比另一只更好 哪一只会升多些 哪一只比另一只更弱 两只都弱 弱点那只会跌多些 就是这麽简单 不只是看升看跌 就是这麽简单 英镑升上1.3 真的有九成 是拜美金 比英镑更弱所致 无法治 金仔这件事是影响美金 不是影响英镑 脱欧才是英镑 所以 今星期有很多英国经济数据 这一辈子已经是星期四 其实我做的时候是早一天半天 所以星期二出 和星期三出的那些我都未知 但我看来也不妨好 尤其是星期二的CPI 肯定 来说 不是很多 虽然未出来 数字未出 但我觉得已经不太好 在这一期星期四出时 每逢这时钟就响 真是击死 今晚 星期四英国时间公布零售销售 如果是比市场预测的0.22%低 英镑已经可以继续下跌 以下这张图 是四小时图 不用我看 不用我说 死死下 不如再给你们一张更详细的图 你们看 这张图 上面左面是一小时图 右手面是周线图 下面那幅大一点的就是日线图 左边和右边 大家都看到 都是指向下 如果看下面详细的那张 如果跌破了1.2939 即是下面的日线图 中间那条红红线 的50% 1.2928 中长线 就会挑战 如果跌破了 就会挑战 下面红红红线的100% 动用1.2589 中间的红红线 1.2928 如果跌破了下面 几百点下跌至1.2589 上边阻力是23.6%的1.3107 若没有特别事故 1.3127看来是非常难度 除非突然有好消息 你觉得会吗? 我不觉得会 至于坏消息没有好 否则也不会浪费几天时间 只说关于脱欧的谈判 看什么图也好 看一张图 第一章 第二章在继续性分析上 似乎只有跌一图 但最重要 我们做汇市有一种更重要的感觉 最近 跌至1.29 又带回到1.30 又带回到1.29 又带回到1.30 主要是美元主导 美元跌 升 美元升 跌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美元有两个情况 要是继续跌 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继续跌 还是会反弹上去 正在这里来培回 尤其是暑期的最高峰期 是最难估计 因为市的成交量不够 流通量不够 有些大发上发落 也不知道是否顺利 难怪很多人都说 暑期不如盖回本宝 便去游风 但现在这个英镑 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得 每次升到1.3000 怎知有什么感觉 你们有否试过 走过非常高的高原 好像高山症 空气突然间薄 呼吸也有困难 每一次 英镑升到1.3000 之上 就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也看到 每一次升到1.3000 的时候 高点 每一次 相隔都非常之近 我的记录告诉我 1.3030 1.3015 1.3032 1.3022 1.3022 那些位置已跌下来 我现在说 已经由1.3000 跌到1.2960 即是 每次升势 在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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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上 沽盘排斥 不让它再上 如果是这样 市场 大卫 群众 的智慧 也是看英镑 在1.3000 沽得过 我暂时相信 群众智慧 亦有 很多 基本性分析 和技术性分析 都认为 英镑 中场线 是会跌的 那就估计 我们是行动派 对不对 OK